公案故事 东本大师 这位大师被大众无辜大显神通后 大家后悔不已 东本大师是位圣者 证镜正量很深 但因个子矮小遭到别人的歧视 当然这对于他来说没有挂碍 有一次在藏地举办一个大法会 由他主法 有些活活对他很不服气 认为其个子矮小 形象一般 哪有资格和他们平台讲法 于是这些活活就故意 恶作剧刁难他 给他做了一个一丈五尺高的凳子 又搭一个一丈三尺高的讲台 上面摆着用梯子送上去的法器 让他升座 东本大师一看便知究竟 为了教化大家 免造亏业 便傻坷地说 多谢各位对我的关照 让我高升 说完随手一摊 那个凳子随着嘎嘎声响 全部缩在地下变成一团 然后他轻轻走上去说 这台子太矮 我咋讲吗 此时 以貌取人的那些活活 吓得魂飞扩散 赶紧跪倒在地 浑身发抖 此公案说明 要透过表象看本质 拿摩第三世多结枪活说法 教导我们 要依正德正经 来看这些法师 活活们 而不可只看其表象 如传承 地位高低 表面理论 相貌美丑 弟子多寡等等 否则将文明造业堕落 获得成就解脱 欢迎大家订阅 转发分享